蔡英文在党内初选出现 明天就要在民进党中常会上正式通过提名 蔡英文总统大选的布局也等于正式开跑 5月11号之前蔡英文就会消假回到党主席的位子 接着开始她的请义之旅 这个包括前党主席还有前政务官等等 这些通通都在她的请义名单之内 5月4号蔡英文即将正式成为民进党总统候选人 5月11号之前蔡英文就会消假重回党主席工作 竞选筹备也等于正式起跑 第一步请义之旅 未来蔡英文团队要广纳各派系 包括历任这些党主席 还有过去就是也是我们党内重要的这些 在执政时期的这些政务官 或者是我们的这些行政首长 这个都是我们请义的对象 不只历任党主席都要拜会 初选竞选过的苏贞昌许信良也会优先拜访 有执政经验的前副总统吕秀莲 号称党内审主牌的林毅雄都在名单内 蔡英文要请义白皮书和政见方向 副首人选前辈意见更是重要指标 最伤脑筋的还没时间表 但5月底前区域立委和监困选区提名都要拍板 7月前不分军立委名单也要底定 一连串挑战考验党主席能耐 也让蔡英文提前暖身2012 三连新闻 亚受资金家一红 台北报道